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最近这个疫情在起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请听地方的声音 同时也要来检视我们的城市博览会 及高定供水等地方上的问题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基隆市市议员庄荣卿庄 主持人好 各位乡亲大家好 庄异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郑凯玲 郑益座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凯玲益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吕美玲 吕益座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美玲益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 基隆的疫情升温 这个警察学生连环确诊 市民就涌入了筛检站 自动来筛检 确保安全 民众拉起口罩 由医护人员戳鼻孔进行裁检 这里是基隆市社区筛检站 在基隆市连续出现新冠肺炎 确诊个案后 基隆市政府紧急在市民广场 设立筛检站 提供民众免费PCR快筛服务 今天早上民众如果说 觉得之前有一些 跟确诊个案的接触史 或者是足迹的部分 你有跟他重叠 麻烦您就是带着健保卡 带着口罩 记得骑摩托车过来 不要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直接到这边做免费的PCR的检查 那过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做裁检 裁检之后民众请记得 仍然是不要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早上裁检之后 晚上会有报告 请民众下载健保的APP 直接查询 虽然天气失凉 还是有不少民众主动前往裁检 想确认自己是否有染疫 居服务员公司通知要快塞 那你自己会担心吗 不会 等于他是例行的 过来 对啊 因为我们带就医什么 也是要快塞 确诊者的足迹 那你有跟他们有同意吗 目前没有 为了确保安全 就直接过来 会担心吗 有点 有点担心 就是有些足迹过了什么 怕人就是坐下比较安全 你有跟足迹有同别吗 没有没有 就是有经过了一些 人家都讲 不知道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急如因为疫情这么严重 坐下就看一下 也没有自己也没有碰到这么 加上金融市长牛昌 3月27号下令警察局所有同仁 都去完成PCR筛检 因此金融市社区筛检站开设首日 采检人数就达到1040人 卫生局方面强调 这处社区筛检站会持续开设 呼吁有疑虑的市民警数前来筛检站 或到各医疗院所采检 以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的确就是要保护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 但是很多民众就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们觉得 哇 这是不是一个大群聚的地方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庄主席 庄总监 庄益座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地方上的新生又是什么 我想对于这一次的我们基隆 有这么多确诊个案发生 我想是大家非常不容易 不热意看到 那既然碰到了 我想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 怎么样去面对 那我长期来评良言讲 我个人都对这种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 所谓的超前部署 跟滚动式的检讨 我一直不以为然 因为如果说 有做到超前部署 有做到这个滚动式的检讨 我想我们今天面对的 可能就不会这么乱 因为从开始有确诊发生 我们的筛检站就只有那么一个 那后来因为 确实很多民众的怀疑 所以在每一区都设有这种筛检站 最重要的是民众能够很快速的 只要他有余力 他可以到这个拿的健保卡 到那个筛检站来做PCR的筛检 那再对于他来讲 可能是一个放心 那对其他民众来讲 也可能也有安全的这种保障 那对于整个这种 从开始 3月25号 开始爆发以来 本来是因为是警察局的 这种同仁去确诊 那后来经过市政务的 这个新闻说明 可能好像是拖车司机所造成的这个整个疫情的这种蔓延 那我想不管是哪个造成这一次的确诊这么严重 所以在在未来我想这个一方面警察局可能要针对的这个同仁的这个部分 可能要做个这个危机的部分可能要做个这个这个这个 处理 那对于整个这个疫情的爆发 我想中央是应该来做全方面的这种资源 所以昨天3月30号 昨天陈时中部长也到基隆来 对基隆来所谓的这种类普筛 这个大家都非常质疑 是何谓类普筛 你普筛就普筛 类普筛 这从来都是以前没有过的这个名词 据他们所表达的是说 类普筛的部分 因为这个成本低 然后这个量大 然后这个快速 然后他们可以应付 那我想不管怎么样 希望说再很快就能将这个这个病毒 这个传播链来斩断 然后感染源应该要赶快去找到 所以还是要靠中央 靠地方我们人力 评理来讲非常的不足 光是靠我们基隆市卫生局相关的 包括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显然是不够 所以在中方面 中央这方面 应该要支援我们这个快筛剂 然后一方面也应该支援我们医务人员 不要让我们医务人员 因为基隆有这些确诊 他们疲疑奔命 而造成其他需要医护的 需要照顾的可能会因为这样子有所影响 所以在这边也请我们中央赶快对这一方面赶快资源 然后这个类补塞的部分应该要赶快来怎么样子做 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做 所以我对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能力 我个人是非常质疑的 是就是希望中央职员 不然这个超前部署其实民众是很游行 因为看不见 我来请教凯琳一周 在这一次的这两年的疫情来说 说实在的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是真的非常辛苦 除了医护人员以外还有我们的警务人员 所以这一次基隆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虽然说有几位警察同仁的这些的状况 但是我希望说我们的民众不要把因为这样的状况 就把我们的远景污名化了 这样的话对我们站在第一线的一直在保护我们 一直在守护我们这些警察同仁 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他们真的也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在守护我们的 而且我们基隆市的我们的那个很多的 怎么说 警察同仁 对警察同仁这些 我们基隆的都非常的 我们的警察同仁都非常的努力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要给他支持加油跟鼓励 不要让他有因为这一点点几位同仁的事情 让他们有点好像大打士气都打折扣了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警察被警察同仁的时候 给他们多多的鼓励跟支持 另外就是在我们关怀青少年学子疫苗的接种的部分 我觉得说不只是基隆市 应该是我们各县市都是一样 对于我们青少年的这样子的接种率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视 也希望中央能够重视到说 学生学子以及这些青少年朋友 是不是要尽快的让他们把这些疫苗都打好打满 然后不要像这一次我们海大的事件 也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扰跟危机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担心 这么多的各县市来到基隆海大就读的这么多的学生 就是因为他们他的快筛的状况 还是说只有在学校 住在学校宿舍的小朋友可以做快筛 没有把住在在外面租屋的小朋友叫回来 也一起做快筛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样子的话 会把本来没有感染到的 等一下不小心又感染到 这是没有错 但是既然要快筛 你不用一定要回学校去快筛 你还是可以在外中正区的某个点 或者是中正区区公所这个地方 都可以做快筛站来做检验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认为说 我们青少年学子疫苗的接种 我们应该要多多的再来注意 以及这一次的在我们热地三街 小浦派诊所这个部分 也曾经就是有一位确诊者在这边就医两次 所以也造成我们整个国城商圈的一个小小的恐慌 但是当下虽然第二天马上环保局 卫生局跟环保局马上都有来消毒了 但是我是会建议既然说已经知道说这个地方 已经有这样子一起案例 而且我们这边又是商圈 是不是卫生局能够考虑说 如果以后有这个样的状况的时候 就可以马上在这个商圈 或人群密集的地方 马上做一个检疫的快筛站 让这附近的我们的所有的店家 或者是住户能够安心 而且我们长乐国小又在旁边而已 所以造成这个恐慌的时候 也是让我们也是有非常大的困扰 除了消毒以外 也希望说快筛站就在人群密集的地方 今天知道这个地方了 就尽快在我们人群密集的地方 做一个检疫的快筛站 赶快就是找出 可以赶快把社区的这个 能够赶快阻隔起来 传播链 对 就是我们要给医护人员 还有警察同仁加油打气 不要太阻止他们 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提高 我们的青少年的接种力 再来就是建议市府 就是如果有这个感染区 人口数比较多的话 其实要赶快来设置检疫的筛检站 快筛站 阻断这个传播链 那说到这个筛检站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美玲义佐 其实很多民众都有写信 打电话一直问你 是我在想疫情 新冠疫情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这三年基隆一直都是所谓的资优生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基隆这个资优生 资优到底在哪里 整个SOP我们看不到 在这一次疫情爆发的同时显示出来 首先我们的市长 他说他直接跟确诊者接触 且在照相的时候没有戴口罩 他可以自己宣称他要三天隔离 我们翻开所有的标准程序 国内外也没有所谓的三天这个说法 结果没多久他自己知道了 因为大家真的打电话 或者在网路上真的是大骂 他才自己又宣布 他要隔离十天 我想问的是 三天跟十天到底是中央指挥中心在宣布呢 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那你到底是怎么样的角色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演员 一个人可以扮演两个角色 我觉得无所谓 三个角色四个角色都可以 但是你今天是一个行政官员 而且是行政首长 你更应该以身作则 用最高的标准来自我约束 所以三天你自己宣称 然后接着又十天 你当然让大家会恐慌 然后你接着告诉大家不要恐慌 结果你叫恶性把所有的学生 在礼拜日假日的时候全部召回 那个时候又遇到清明时节 你突然间把中南部的学生叫回来 然后刚开始宣称 没有得到阴性的结果 大家是不能回去的 结果到了晚上了 终于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好 检疫的量人 然后回来的学生就地解散 这个不就是一团乱吗 这是第一天啊 第一天的时候又发生什么 只有设一个检疫站 而这个检疫站呢更好笑 这个警察局要所有的同仁 这些警察是所谓的高风险的同仁 全部都要在下午四点半之前 全部要检疫要去做筛检 所以大家一封封的在那边 刚才大家看到了这个那个刚才的那个影带了 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根本就没有安全距离 所以一般的人跟高风险的人全部都混杂在一起 那你不是这更增加感染源吗 那我问你所谓的理科市长 你现在常常批评人家新北市 我记得你以前常常对这个柯文哲 酸言酸语 那时候在爆发的时候 万华的案子 病毒在爆发的时候 你酸言酸语 结果你自己遇到的话 你有没有借鉴人家 有没有借鉴 没有 结果我们也一团乱 好 二性的事情结完了以后 来到了就是海大 海大也是一样 你四点半下午 四点半你通知人家 结果学校五点三十四分的时候 所有知道的家长 早就已经把宿舍的学生全部都接回去了 教职员所谓的逃难潮 这个又来了 然后很乖的教职员准备要来去筛检的时候 本来你学校应该要设有所谓 刚才我们郑凯林郑医院也有提到 你可以做一个检疫的筛检站 而且更何况那个时候说 中央指挥中心说 我们的这个前进 指挥所要前进到海大 结果有没有 没有啊 不仅没有呢 人家要去的话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最近的 结果怎么样 中午休息了 我想要问一下 这些整个的SOP 我们到底在哪里遇到这么一次 现在我们现在在录影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今天又多了22个人 如果我们再没有赶快 要切断那个病毒感染链 正式的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好好的把我们的SOP 这一次真的要把它整个弄好 我在想下一次再遇到我们也没办法 也是一样一团乱 所以在这边 我在这边要做慎重的建议就是我们的市长 要拜托真正的以身作则 你十天就十天嘛 你为什么一定要三天最后才在民意的压力之下 不得改为十天 就那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问我说 如果市长三天以后出来了 隔离三天以后出来 他接触的人感染以后可不可以要求国陪 这个是民众觉得很荒谬的 第二个 你只有现在虽然我们分区都做筛检站 这是非常好的 可是当初只有一个筛检站 你又把高风险的这个警察同仁 全部都混杂在一起 跟一般人混杂在一起 那你是不是也增加更增加感染率 所以你分开是对的 可是一开始你就应该怎么样 高风险既然来自警察局 就应该警察总局做一个筛检站 四个分局同时做一个筛检站 我认为在半天你就可以整个筛检完了 还有未来如果你要同时一个这样的话 你应该要跟中央争取 就如同我们刚才 我们的庄主席所讲的 你就要跟中央争取这个筛检的医护人员 不管是物资也好 或者是医护人员也好 来协助啊 这样检疫的量能才能提高 那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同时在一天的时候我们完成 才能够紧急的找到感染的病源在哪里 真正的截断这个病毒的感染率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的话 那就不要一下子就要求大家来 然后就地放生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 所以在这边呢 我真的是诚恳的要呼吁 我们的卫生局的所有的同仁真的辛苦了 我们的医护人员真的辛苦了 但是要拜托我们的首长 真的赶快向中央争取医护的资源 包括物资跟人员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基隆地区的一些医疗诊所 或者是这个三种啊 长根也都能够来协助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是最好的 是 就是要明确的有这个SOP 不然如何切断传播链都让人非常的忧心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首长可以赶快向我们的中央 来争取一些医护资源 那同样呢 让议员们也很忧心的 就是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 一块来看看 建政基隆推变重申的基隆城市博览会 即将在4月22号登场 11天的展期预估将吸引上百万人到访 平均一天就有将近10万人涌入基隆 让基隆市员担忧 228年假发生在基隆市区的大塞车恶梦 会再次上演 会造成基隆这个大拥塞嘛 像228年假那一天 我中山区有很多民众 7点之后在那边等公车 等到9点才上车 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先设计出来 那大家还是会开私人运区进场 那塞车的问题恐怕恶梦 227那场恶梦 我觉得会再度发生 都是生怕万一发生什么问题 就像228那天 整个古城连机车都没有办法行驶过去 因此针对交通部分 市议员纷纷提出建议 呼吁基隆市政府做好准备 可以跟我们包含像 在东岸廊代的 包含2088 1579的客运业者 可以来做所谓的合作 来谈所谓的基隆转成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措施 我们这次的城市博团会 刚好在疫情之后 我们要更要强调的是 数位科技的展现 再来是要创新的运用 由市政府来部分补贴 那请这些基隆业者 也投入免费观光的一个行列 所有的使用习惯 大概都是开车来 那你怎么鼓励大家 你没有优惠方案啊 你没有设计任何的优惠方案 你怎么鼓励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是不是跟基隆港务局 在这一个期间当中 如果没有用到的话 是不是能够借我们 车子进来直接到那里 现在就开始要宣导 看他们能不能在七度 七度就下车 然后统统都坐接驳车 市政府有没有想法 把AIoT跟车联网技术 正式纳入这一次 来疏解交通的优惠方案 能不能在这个 暖暖的这个交流道 导引他们在暖暖的边 停留 然后用结果的方式进到市区 或者从八股交流道 下去之后 规划一个停车空间 你的礼拜六礼拜天 这四天 能够来增列 增开这个加班车 我想应该 可以让外线市的民众 吸引他们去搭乘 大众运输系统 另外虽然疫情趋缓 基隆市议员还是提醒 基隆市政府 对于大量人潮涌入的 城市布朗会各展区 应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人潮桌的时候 在整个虽然说我们疫情 有稍微舒缓 但是我们不能松懈 在整个疫情的整体来讲的话 筛减的医疗人员 各站的话是否足够 是不是在这一次 利用这次的大型的 那个城市布朗会 是不是能够设置这个 基隆市有没有规划 设置这个施打战 那除了就是 让更多民众来 还没有打到疫苗的民众来 可以来施打疫苗 实名是人来入这么多 要怎么样进场 怎么样退场 怎么样离开 这个是疫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最起码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住口厂 其实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设战 我想这也是很重要 要因为人力的一个聚集的话 那个庞大一个人力聚集 造成我们基隆 一个防疫的一个破口 常观民众如厕及垃圾收集等 民生问题 也是议员关注焦点 流动厕所的设置 在彩色屋附近的话 还是要再加强 因为毕竟现在彩色屋 已经非常多的人去了 那附近的商家是深受其害 议长区所有公厕一个问题 长久以来这个是 对我们该地区都一直所需要的 不是因为说我们要举办成博会 我们才要设置这个公厕 平日我们这些观光客 就非常的多 议长蔡王林表示 透过成博会邀请大家到基隆 让大家知道 基隆与过去都不一样了 这也是基隆市议会将成博会 列入第一案讨论的原因 基隆与其他县市不同 腹地小 要办如此大的活动交通会是 陈博会成功或失败的关键 议会最后做成了三项结论 包括妥善规划交通相关措施 加强宣导陈博会活动讯息 更新相关旅游资讯及增加 基隆市商机 最后则是加强防疫配套措施 为避免活动时人潮同时涌入本市造成市区拥塞 请市府务必妥善规划交通维持计划 包括交通接驳配套措施 以及很重要的停车空间规划等等 并请加强本市计程车驾驶人员教育训练 以提升整体运输服务的品质 结论二 本市 陈博会举办在此 请市府加强宣导 城市博览会活动讯息 并更新相关旅游数位资讯 提供民众贴心服务 以增加旅客前往意愿与便利性 并借此带动本地的商机 并为来访本市的游客 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印象 市府应该掌握 各项基础建设进度 及加强市容的整顿 这个刚刚市长有补充了 最后 因为新冠疫情的 还不是完全的断绝 市府除可依防疫指引办理活动 降载以外 也应加强规划防疫配套措施 蔡旺年也希望 这个基隆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活动 能够达到山营目标 让全国各县市都能看到基隆的转变与成长 李学尔这个陈伯的配套措施是议员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我们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庄主席 有没有给市府什么样的建议 好 我想我们议会都非常重视这一次的这种市政务的这个陈伯会 在4月22号到5月2号 所以在这一次的议会临时会 所以就在排入第一案 大家来讨论 那最重要的是 大家关心的是交通的问题 我想我们平常 不要说228那个假期 平常礼拜六礼拜天 我想只要是天气好 基隆市市区绝对塞车 所以我们都非常担心说 因为未来要办这个陈伯会 它经过两个礼拜六 两个礼拜天 所以等于有4天可能会造成 我们基隆市市区交通严重的这种打劫 所以我们一直要求说 在交通配套方面 我们市政府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陈伯会 市长也提到 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那我们当然站在意味立场 我们当然说希望这一次的陈伯会 能够成功 尤其是透过这次陈伯会的关系 让外县市都能够知道基隆 来到基隆 让他们能够在基隆留下非常好的意象 未来可以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 可以跟他的家人 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亲戚到基隆来 甚至来接有卖房 对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我们陈伯会这段时间 是把最好的都能够呈现出来 包括他的交通 因为一般来讲 很多民众的使用方式都是开车 那因为据我所了解 市政府这一次 总共准备了大概几个停车场 A展G B展G C展C 包括这些停车场 大概小客车 大概我统计的 大概是25422席 那游览车的部分 大概是132席 那我认为是不太够 因为开车的习惯 所以一直要求说 基隆市政府 能够透过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方式 是要求火车 能够加开加班车 包括国道客应 也能够加开加班车 如果就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能够来加开加班车 让一些外县市的民众 能够了解到基隆 如果搭乘大众因素系统 会很方便 那可能就会打消 他自己开车来 因为毕竟停车位还是不够 那如果大家都开车到基隆 那市区一定会严重的打劫 所以我们比较担心说 打劫的部分 那另外可能公车的部分 可能也有所不足 也希望说在这方面 能够来多多加强 那因为现在疫情也非常 对基隆来讲也非常严峻 也说在办了这一次的 这个陈伯卫 对于整个防疫的作为 也应该要加强 那如果说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新冠会员确诊的基隆 能够把这个确诊率 一直往下压 最好是能够清零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完全压制 这些新冠会员的确诊人数的话 如果人数一直多的话 我倒建议基隆市这种 是不是可以考虑延期 再来办这个城市不然会 如果说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情况是这样 当然我们不得意见到说 我们基隆市的疫情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希望说未来真正能够在短时间能够来 没有确诊人数能够清零 那由基隆市这种赶快 如果这个都很顺利的话 来把这个城市不然会办好 那如果说疫情这种延禁 是应该要考虑延期来去办 延期啊还有我们的交通问题 都希望市府能够听进去 好好为基隆市民来想一想 那我们要请教凯琳一作 因为我的想法也是跟我们的庄主席一样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路途都非常的狭小 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配套措施 说停车的问题或者是停车转应战 这一个样的配套措施的话 平常就已经塞车非常严重的状况了 就算是我们安乐区 虽然这次没有展区在我们安乐区 但是我们基金二三路这边 我们现在假日已经都在实施分流的那个通行了 所以这个状况 如果说我们博览会这段时间 没有做好这个停车转运转 分流这样子进来基隆的话 相信到时候的交通是一定非常大乱的 所以我在这边也建议 说如果市府也可以思考看看 其实我们到很多县市 他们都常常有这个样的状况 我们游览车到了一个县市以后 就是换小车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有一个配套措施的行程 把他们就全部都带着去一个固定的地方 这样子分流的话 譬如说我现在这段时间 就是要往A展区去 我这一段时间进来的人 我们就先去哪一个展区去 然后再来替换 再来循环的这样子来分流 这样的话让基隆市的市区不要这样子忽然的大打劫以外 真的还有一个半日的行程跟一日的行程的配套措施 其实也可以把基隆 除了说我今天是来看我们这样子的城博会以外 我们还可以来看参观一下我们基隆市其他的一个景点 或者是一个游乐的一个亲子游 这样的状况的话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潮会进来 所以我也是希望说 在卫生局这次我们疫情这样的状况之下 卫生局在这个博览会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拟定一个防疫及突发状况的因应的 那个SOP的成立危机处理中心 因为我虽然说我们一定有信心 把基隆市的疫情都能够压下来甚至清零 但是外县市的人最近我相信应该会比较担心说 会来前往基隆来参观或者是旅游 一定大家都多多少少会有点担心或紧张 所以这个部分的配套措施 我也希望说官销处跟我们卫生局 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好最完善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而且所有的紧急的应变的措施 SOP什么的 大家都要赶快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措施 才可以来防范说 不管我们是清零没清零 这个活动是不是要延期 我们的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把这一个 应该提早把事情规划好的一个应变的方式 能够先提出来 大家来好好地来做应变 是 就是掌控好来基隆的人潮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掌握我们的交通顺畅度 那当然搭配了前日半日的配套措施 那就会带动我们地方的观光发展 那另外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是建立要成立一个SOP疫情处理中心 让大家玩得安心又有保障 那针对陈伯我们要请教美林一座 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这一次的陈伯会 还有跟上一次我们228长假 造成那个大塞车的问题 其实凸显长久以来 林市长上任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政策错误 那就是他把所谓的停车场 全部都是往市中心设置 像未来还有一个仁爱信义 国小底下的这个停车场 想想看如果那两个停车场 在同时开放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市中心就变成一个大的停车场 因为所有的车子是进出 无法动弹不得 也就是你要进去 你是利用车道在坐停车格 停车的方向 然后出来也是一样 因为实在太多了 所以当初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市长 往市区设置停车场是最大的错误 没有一个县市或一个国家 他要把这个停车场往市中心塞 市中心设置 但是现在已经设置了没有办法 所以在城市博览会的时候 我们只能怎么样 只能如同刚才两位议员所讲的 你只能设置很多的所谓主射点 也就是说你可能从其他的地方下车 然后安排停车位让他们 然后坐接驳车进来 甚至车子如果到了一个停车场 比较外围的停车场的话 你也是坐接驳车 那现在涨产只有A B C 还有K A B C K 那这个的话 其实刚好都是在市中心附近 那当然就是中正区是最长条的 那中正区虽然最长条 可是它的停车位最主要也是只有在朝径 这个八斗子还有必杀 现在刚好和平岛的桥头 那附近有一个300多位 302位的这个停车位 可是呢这也还是不足啊 就如同我们刚才那个庄署席所讲的 总共才3000多位 如果你期待一天是10万个人怎么办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只能要求大众运输系统 大家都来做 可是依照国人的习惯 他如果想要多晚一点 或者是方便他自己自由行的话 通常做这个大众运输系统的可能性 可能比较少 所以你只能 我自己个人认为 你只能用恐吓的方式 什么样恐吓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玩 你倒不如做大众捷运系统 然后呢我们的配套措施 就是我们免费的专车绕行所有的展场 也就是说展场的话 我们可以很多的车辆来绕行 它是免费上下的 所以让很多人他宁愿 做大众捷运系统过来 大众交通运输系统过来以后呢 我就做这个展场的这个专车来绕行 既然免费嘛 你不要又要收15块 上回说那个停车场 那边的停车场就是你们那个 仁爱区的吗 仁爱区对 六合停车场 那时候是免费接驳嘛 后来又变成一个人要15块 好像又变成20块 害得大家后来又不愿意做了 然后大家骂死了 所以我们陈博会 是为了展示基隆的好美好跟美 你不优点给人家看 而不是你展现出来全部都是缺点 包括我刚刚讲的 你六合停车场干嘛去给人家 就为了收这个20块干什么 对不对 你不要嘛 对不对 你就是绕行 免费的让人家绕行 你这个交通就可以减少 我不敢说全部 也不敢说1 2分之1 但是减少个1 4分之1 一定会有 因为很多人他愿意坐火车下来就开始 然后呢 再来的话 这个是交通的问题 除了我们鼓励大家做这个 还有就是我们尽量要求 把那个停车的费率呢 只要是市中心的 那一天就double收费 我在想 他最多就逛一个小时 就赶快到别的地方了 那可是你万元的 你就可以减半收费 也就是我鼓励你在外园 然后接接驳车 搭接驳车 也就是我外园 外园的这个停车场 我就减半收费 我在市中心的 我就double收费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这种 这种这个费率 这种费率的话 会让大家会有一个选择 然后呢 他可能在市中心停车的 就会比较减少 然后再加上 我免费的接驳工程 接驳的这绕行的展场 我不是说全部绕行展场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点 就流动厕所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彩色屋那边 如果说你一天 不要说什么 几百个人 就已经把那边弄得很臭了 如果你那个程博会的时候 再来个一两千个人 再来个上万 我在想那边的店家都会很害怕 因为经常被接厕所 然后弄得乌烟瘴气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经常说 你是不是可以在那边设置流动厕所 我希望能够赶快设置 而且给它弄得漂漂亮亮 把这种的特色都画在那边 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宣传 那另外防疫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每个点 每个景点都有一个 这个防疫的措施 包括说你进来不管是要塞量体温 放酒精什么的 还有我们刚才那个政院也有提到的 这个突变紧急措施 这个都已经要有 展区不多嘛 四个 那每一个地方放一个 我觉得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边希望说市政府可以听得进去 那希望未来停车场真的是在外围 不要再往市中心塞了 不然的话我们的市中心整个都躺平了 是 所以交通问题 还有我们的流动厕所 还有这个免费的接驳 其实都可以让市政府好好思考 如何让我们的基隆城市 不然会办得更顺利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我们的漏水率的问题 根据台湾自来水公司 2020年的漏水率统计 基隆的漏水率冠于全国 但是基隆的高地却用不到水 我们来看看郑凯林议员在市议会的咨询 你当初就苦就极的 为幸福华城这个个案以后 中央才会开始重视 也有今天的这个中央计划 那本期也积极参与 壮观台北每一场的协商会 说明会 而且也多次邀约壮观社区的 管委会的主委来言商 参加各社区区大会议 说明并争取我们住户认同这个方案 那本期知道这个改善计划 财政困难的基隆市政府 要负担24%的经费补助 但是住户也必须在9月底 要缴纳20%的工程款 这个工程款大约每户要5453元 而且要完成加压站 配水池等等设备捐赠 及用地地上权的设定 那这个改善计划 有可能没有办法处理的最大问题 应该是法定空地无法分割 及设定地上权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 壮观台北应该可以克服 也是我们本市三个社区中 最有机会完成这个改善计划的社区 因为本期是全城参与 所以知道壮观社区11个管委会中 真的有几个社区 真的是一时缴不出 这么多的一个工程款 一次付清的这个工程款 所以本期了解 市长你是必须依法行政 但是这是最后一理路了 壮观台北的水问题 已经这样子延拖了2、30年 缴了多少的水费 搞不好都可以再重新盖了 好几次这个马路跟自来水管的 一个改善了 本期还是要恳请市长苦名所苦 请你协商可否延后 延后缴款期限以外 也想请市长全力协助 就这几个财务困难的社区 能不能协助由管委会 与自来水公司来签订分歧协议 或用专案电支 或由市府来协助贷款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让他们能够分歧瘫环 这个20%的工程款 来解决现在的困境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市长做个回复 我想几个部分 一个是这个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因为幸福华城社区只能够成功 其实他住户也非常的多 只能够成功是因为自来水公司 跟市政府还有幸福华城所有的社区的住户跟管委会 共同合作才有办法最后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在上次的时候当然市政府有用到我们的一个预备金 那个最主要是因为它在高地 在就在一个大的一个坡坎上面 那那么大的一个漏水量 实在是会有社区安全的一个问题 所以那个是以社区安全 这个也得到议会的一个支持 来做紧急的一个处理 那现在壮观的这一部分 市政府大概很难再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 因为师出无名也与法无拒 可能也要拜托住户们 因为一户只有5400多块 其实并不多 真的并不多 那不是五十几万 如果是五十几万 那就可能真的很难 或者是五万十万 但是一户只有五千多块 说实在我相信应该每一户都付得出来才对 是没错啦 现在因为都是管委会在收这五千多块 是会有状况的 所以现在很多管委会主委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可以随水费征收的话 变成每一户它都会收到 而非说像管委会它去收 有时候有连管理费都会收不到的问题 他们现在管委会是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是请能否说分个两期 五千多块分个两期或三期 来让水水费征收的话 那也是半年就收就收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市长 市长也可以再跟 帮我们再跟水公司再来协商协调一下 随水费征收的话 它应该是要可能是管委会 或者是住户要跟水公司之间 有一个契约的一个关系 它才有办法随水费来征收 那所以这个可能要问一下水公司 这个执行上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它需要一个契约关系 那第二个是因为 如果只有极少数 就是说管委会在处理的时候 如果只有极少数的个案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请管委会去思考一下 因为管委会都有相关的一个资金 那站在一个公共利益的一个角度 也许如果比如说只有差一户两户 或者几户而已 那可能就是几万块 那管委会其实完全有能力去处理掉这个问题 那管委会也可以在社区内部 去解决掉这些个案 就不一定要把它扩大为变成是 还要跟自来水公司签什么契约的这种方式 就变成把问题又弄得复杂 这个我想这个也是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是是好谢谢市长 是没错啦 如果说有100户以下的一些这个社区 真的是这个问题可以能够克服 可是像九炉愿景天下 动辄就600 800这样的户数 真的对他们是有点困难啦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市长 再多多的替这个最后一里路的这些壮观里民 再多多的想想办法帮我们协助一下 谢谢 哇可以看到凯琳一作真的很用心 她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而且她还实际去争取实际做到 我们要请凯琳一作为跟我们说说 是的 因为基隆市 基隆市我们自来水率漏水是高居全国第一的 因为我们基隆市有95%都是山丘地 所以变成说常常在漏水 而且我们自来水管线已经有30年到50年 跟我一样年纪的30年到50年这样子老旧管线 所以说又没有大型水塔 然后就只能用加压马达 这样子马达把它高压供水上去 所以我们的水管为什么会常常破 然后漏水 然后停水 问题就在这边 所以也很高兴自来水公司 在今年编列了10亿 10亿这么多的经费 要来寄注在基隆市 让换我们基隆市的这些 高地供水也好 还有区域老旧水管的泰换 这个部分就是要改善我们基隆市 是全国漏水第一的这一个 这个真的很难听的 这个漏水王 漏水王对 所以在这边我就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高地供水改善的专案 这个部分是因为之前的法令是不完善的 所以很多许多社区自来水 做自来水的时候都没有纳入说管理的区域 所以自来水没有办法管到我们这部分的区域的部分 所以这些区域社区如果说它的水管破损 或者是毁坏了 其实都是不是要自己要负担修理的费用 就是要求助无门的 因为水公司是不管你的 因为这个不是纳入在水公司的纳管范围 例如说我们专管理 专管理的这个水管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都是私人土地 然后管线又都不属于自来水可以管纳管的一个部分 所以变成说我们一直在争取 然后林优昌市长也非常的支持这个专案 然后说实在的蔡胜英立委在中央也非常的使力 希望说高地供水这些事情能够在我们基隆市 能够把这一些几个社区高地供水常常停水又漏水的这个问题能够改善 所以变成说在中央有高地供水改善的专案以后 就开始有住户负担20% 政府负担80%的这个经费 来全面进行我们自来水态换管线的这个工程 而且最好的消息是 只要把这个管线态换完成以后 是由水公司来接手为管的 所以变成如果说我们这一次这基隆市三个高地供水的社区 庄观里还有我们美之国还有我们的幸福华城 我们这三个大社区如果说高地供水的管线态换完成了以后 之后就都是由水公司来接管了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 以后的水管爆裂了或怎么样 我们住户还要再继续缴费 就是由水公司来维护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是因为是从零到有 所以在我的团队那时候一直不断的努力之下 在庄管理11个社 11个管委会 11个社区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不断的去沟通 说明会 所有的协调会议 因为当初要收这20%的时候 其实现在还有 还有几个管理站 还有其他的社区 现在也在申请 就是因为要征收这个 要收这个住户的20% 其实是有很 其实是很难收到的 一定要去跟他们沟通协调 然后以后的好处 以及我们现在的困难度 这样子一直在沟通协调 所以终于在今年的2月 也就是上个月 这个月的时候 3月份的时候 我们庄管台北 庄管台北的路终于 水管都泰化完成了 而且路也全部都铺平了 所以现在我们庄管理 在2月的时候 水管泰化完成了以后 也让我们整个社区的道路 都会重新都铺设完成 所以我们庄管理 庄管社区的朋友们 就不用再受水管爆裂了 或者是尤其是水费 水费大量溢角 因为都是由住户自行吸收的 所以这水费大量溢角的情况之下 让我住在我们庄管的好朋友 终于有一条 拥有一条我们平坦回家的路了 因为这几天的工程 也相信各位住户 也都非常的辛苦 大家都在那边配合 也真的感谢各位大家的辛苦 但是想到说回家的路 是平坦的 然后又是安全的 这是让我们大家是感到愉快的 另外水公司还有一个 区域老旧水管的泰化的一个 一个专案在我们基隆市 也做的非常的多 那水公司为了降低基隆市的漏水率 哎呦你定专案了 在109年到112年 总共编列了将近8亿元的经费 所以之前的我们翔峰街 翔峰街那时候 1250公尺的3100万的经费 现在已经都做得非常好了 刚才美丽议员也在夸赞 这个效率做得非常的好 以及庙口去年庙口夜市 也是它附近周遭的部分 我们仁爱区的部分 900公尺的部分 也都做了 也花了1300万的经费 所以这些部分都做得非常好 今年也是有发包 发包了除了我们安乐区 在安乐路二段 还有我们西定路 安和一街 还有我们的征义路 征进路 学和街成功一路等等的地方的 水管态换工程都 挹注非常大的这一个经费 就是要把区域老旧水管破裂的问题 全部来改善 相信我们基隆市 不会再变成是漏水王的这一个头衔了 其中在我最关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安乐区 我们西定路的这个部分 因为已经如果说 西定路是比较狭小的地方 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人车拥挤 常常塞车 所以我也呼吁 如果西定路的工程在施作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 大家可以能够共体时间一下 可以转换到中山一路走 或者是往别的路线来行驶 不要一定要局限在安西定路这一条线 因为他从开始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我们很多一位同仁就很担心 这一条西定路的塞车率 是让我们非常的忧心的 所以这个部分希望 我们西定路周遭的民众 到时候工程师做的时候 能够多多的来协助 接下来是我们安乐路二段 安乐路二段以及安和一级二四六项 因为这个是老旧国宅 我们的屋顶是没有水塔的 是没有水塔的 所以只要一停水或者是水管破裂 我们就全部都停水的 尤其是安乐路二段及二项的 这个都是我们店家 小吃店 便当店 如果说一停水的话 我们这边真的都停摆了 像去年的夏天 10天就停水7天 大家都是叫苦连天 然后报了一个水管了以后 地下室全都淹水了 好几栋大楼的电梯 地下室全都损坏掉 所以很高兴说自来水公司 这一今年就把这些经费 全部挹注在这边 让我们这样子 能够慢慢的一条一条的改善 让我们这些没有水塔的 这些老旧国宅 能够解决这些困扰 也希望说 这些发包出去了以后 也在施工的时候 使用我们附近的里民 能够多多来协助 来配合我们郊威的工作工程人员 让我们的工程能够进度 能够顺利 我也希望呼吁一下市府人员 能够多多协助 在水公司向我们提出 这些案子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可以邀请五大管线 一起来进来一起讨论 是不是他在工作工程的这段时间 是不是其他的五大管线 我们台电 中华电信 新隆 以及甚至我们吉隆电台 是不是你们有要在 可以搭协商 把这个管线能够 好好的整合 不要说我今天 自来水公司弄好了以后 而且自来水公司除了换管线 完了以后 他是不是要把马路再重突 所以我们整个是入瓶的 所以希望说这个管线的 大家整合的部分 市府你应该要多出力 来出来协调 把这些管线来整合的话 我们基隆市入瓶 是绝对可以看得到的 入瓶然后解决缺水问题 真的是大家热见启程 最后一分钟 我们要请美玲宜之后 跟我们张主席来跟大家分享 呼吁一下市府还要再注重水 我在想高地供水最重要的就是 加压马达 然后漏水最重要的就是 泰换老旧管线 然后口径变大 这个是自来水公司也知道的 我希望因为我们基隆很多的 高地供水的问题出现了 就要往这个加压马达设置去着想 然后能够赶快把老旧管线 泰换掉 谢谢 泰换老旧管线 这是当然不让我们请调中主席 好我想水电是民生必需品 站在这个立场是让民众 在用水用电都无疑 那因为基隆地形 95%是山坡地 所以高地供水跟这个 这个用水的问题 我想是每一届都会去提到 几乎每一次定期委都会去讨论到 所以在这边也希望说 自来水公司 你们虽然有做 但是我个人为做的还不够 虽然漏水率从24% 现在减低到20% 但是还是不够 希望说因为我们基隆地形的关系 95%山坡地 所以你自来水公司 应该用更多的经费在基隆 来改善这些老旧管线 以及这个高地供水 是 谢谢庄主席 相信经过这些宝贵的意见 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 by bwd6